到周末了 我们来介绍这部电影《春风静草》 它是描述土耳其偏乡的中学美术老师 一心只想调到大城市 但他遭到女学生指控性骚 那时候阵逢MeToo风潮 白口默辩的老师该怎么样处理 土耳其的演员叫海维达兹达 凭着这个片子拿下了2023年坎城影后 他在片中饰演果敢又美丽的女老师 凸显了土耳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不公 冰年雪地的土耳其阿纳托里亚半岛 美术教师萨梅特 默默回到自己任教的中学 经历一个寒假 他在这里即将待满四年 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充满热忠 只想赶快申请调派到伊斯坦堡大城市 离开这个偏乡 总喜欢和自己班上的女学生色闻嬉闹 甚至还私下送小礼物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天上课时校长带着老师前来检查学生书包 果不其然在许多的违禁品中 色闻的书包里先被翻出了老师送的镜子 学生不敢多说 萨梅特也坐在办公桌前故作镇定 不过接下来让老师更惊讶的是 色闻书包里还藏着一封情书 老师当场没揭穿把信件直接没收 但是萨梅特却相当不满 认为自己喜欢的学生被欺负 前去理论 女老师们不想起冲突 把情书交给萨梅特处理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没打算把信归还给学生 开始查看信件内容还不识窃校 这时色闻直接找上门来 要求老师把信交出来 扎梅特第一时间装无辜 无论色闻怎么哀求 都坚持信不在自己手上 最后还撒谎说信件已经被撕毁 遭到平时对自己最好的老师背叛 色闻头也不回离开了办公室 从这时候开始 萨梅特明显感觉到色闻看他的眼神 跟以前不一样了 萨梅特和同事激男一起被教育局约谈 女学生的复仇风暴正式展开 被指控性骚扰 政治全球 迷逛风潮盛行 两个男老师百口莫辩 虽然事件被教育局压了下来 但萨梅特不反省自己偷藏别人的私人书信在先 反而气不过被污蔑 在课堂上大发脾气 电影《春风尽草》是土耳其大师 努锐贝奇西兰的第九部作品 片长197分钟 透过身为知识分子 却高傲自负的男主角视角 探讨人性道德的善与恶 当朋友介绍女老师给萨梅特认识 他还摆出无奈的态度 甚至把女老师推荐给室友 但是当他发现两人越走越近 心声嫉妒之下 又设局让自己跟女老师拉近距离 破坏朋友的恋情 无心工作只想调派到大城市 萨梅特这个不讨喜的男主角 遇上了果敢又独立的美丽女老师 仿佛是枯草中的一朵鲜花光芒耀眼 土耳其演员梅维迪兹达 凭借本片拿下2023年砍成影后大奖 在剧中与男主角一段长达十二分钟的即便 令人拍眼交绝 川芬金草 川芬金草全平男性为主角 从工作场合 政治整个社会体制的不共和压意 以及男主角的取角行为 让人思考人性的自私面 当观众接受到各种开放式的问句 面对这些课题 你会如何反应值得省思 TVBS新闻综合报道